今天几波的冷气团以及上一波的寒流 三千公尺以上高山都降下锐雪 而在中部两千多公尺的福寿山农场 今天清晨温度降到零度 农场内的草皮区包含落叶都结满了霜 那难得一间的美景一下变成白色世界 也让到访游客一早惊喜 发现开心的在草地上拍照 不过这霜想看除了靠运气 农场就说山区太阳露脸 中午十一点前 结霜在日照下就会消融 而除了霜 农场内的梅花也陆续绽放 好 最常见的梅花在枝头上随风摇曳 梅花不止白竟然还有红色品种 乍看起来就跟樱花非常相似 那目前农场内的梅花花开大约两成 预计下个月也就是明年一月的时候会是盛开期 花期可以持续到农历过年之前 紧接着二月中旬就会换成樱花 接替开花迎客